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BeyondTLL的Terence 今天是農曆的年初四 所以首先都和各位網民拜一拜年 祝各位套年事事信心身體健康 如果你是住在加拿大的朋友 剛剛在幾個小時前 央行就送了一份新年大禮給大家 就是說將會再加息25點子 而更加重要的是加完這25點子之後 整個加拿大的加息週期暫且會告一段落 所以這個對於在加拿大住的朋友 都算是一個挺好的消息 在這個影片裡面 就會跟大家講一下幾件事 第一 究竟他告訴大家暫時告一段落 究竟理據在哪裡 第二 他說明是暫時 所以有沒有機會再加息的呢 第三 更加多人關心的就是 現在不再加了 停在這裡了 有沒有機會或者什麼時候會減息呢 就這三件事跟大家講一下 對於整件事呢 我都給了一些背景資料給大家 其實呢 在去年12月份的時候 央行已經跟大家說了 他們在考慮著究竟什麼時候 應該把那個加息週期完結的 所以我在上一個影片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就是既然央行這樣說 很大可能性呢 他會加多一次息 然後呢 就會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就說停了 結果就一如所聊 一月份這個議息呢 就跟大家講 就會加多25點子 然後呢 就會停了 不過呢 我想這個重點呢 就是在Governor Tiff Macklin 講了很多次 在他的那個 抵抗議員裡面 他就很強調 他說這個呢 只不過是暫時一個的告一段落的而已 那所以呢 他用的英文字呢 就是一個conditional pause 就是說是有條件的 那所以 第一樣東西大家要問的就是說 咦 那是什麼的條件之下 他會停呢 他的理據在哪裏呢 有沒有機會 一個屈尾十個幾個月 跟著他又說加息呢 那很緊要呢 他提的一件事就是說 他對於未來的展望呢 就已經在他的MPR 就是monetary policy report 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那所以呢 要花一點點的時間呢 去跟大家談一談 究竟在他最新這一份 一月份的monetary policy report 他先說了什麼呢 那第一樣東西他就說 如果你看一下全球 不要只是說加拿大 很多的inflation呢 已經開始有回落的跡象了 那你看到這幅圖就很明顯了 無論加拿大 美國 美國啊 EURO Area 和UK呢 都有同一個情況出現 那跟著他就解釋 那為什麼那個通脹有回落的跡象呢 那他就說最主要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 全球供應鏈的問題呢 似乎陸陸續續開始解決了 所以你看一下這張圖 是因為供應鏈和能源價格之外呢 你發覺加了這麼多息 超過400點子的息 在2022年 似乎呢 那個加拿大的economy呢 就有一個很明顯的反應 特別是如果你問一下 就是普羅大眾的消費者 究竟他有沒有cut spending啊 那你看到這幅圖呢 就是特別對於一些生活上的非必需品 例如旅行啊 或者三副鞋物啊 一些的durables啊 譬如電腦啊 電視啊 或者家裡的爐頭雪櫃啊 當那個息口加了這麼多之後 也都是一個通脹的環境之下呢 很明顯很多人呢 在過去的六個月呢 已經是將他這一方面的消費呢 是調低了 那所以種種的跡象 加加起來呢 央行行行長 最重要的一個message 跟大家說呢 就是說他的研判 加拿大的通脹 將會在2023年呢 很急速地下降 由現在接近6%呢 去到年尾3%的 那這個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膽的預測 那很明顯呢 你看到這個table呢 就告訴你 2023年的年尾呢 加拿大的通脹就會去到2.6% 而去到2024年的年尾呢 就會回復回央央 所以這幅圖呢 就非常之重要了 因為 Tiff McClellan呢 他在那個press conference 裏面呢 回答了很多次 就是說 如果加拿大的inflation 真的好似我們 預測 會很急速地回落到3%的話呢 就不需要再加息了 那換句話說呢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呢 他們是隨時可以再加息的 那這個呢 大家要留意了 那當然呢 有很多記者 都好像我這麼心急的 就立刻問Tiff了 就說 那究竟 如果一切好似你這樣的預期呢 即是加拿大的通脹 會在今年跌回到3% 那什麼時候有望減息呢 那央刊行長呢 他就當然是一個非常要謹慎 在這件事上面 所以他就 基本上呢 Tiff就沒有回答的 他只是說 現在呢 談這件事情 實在是言之過早 起碼呢 我們要等半年 看看情況怎樣 然後再談 所以他沒有回答的 不過呢 如果 就是從一個正路來看 但是假如加拿大的通脹 真的好像他這樣的預期的話呢 我覺得年底 真的會有希望呢 可能會減回一些息呢 這個是不奇怪的 那當然 由現在到到下半年 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發生 那究竟會不會真的 會回落到3%呢 我仍然存有一個幾大的疑問的 是不是這麼樂觀呢 那我有少少保留的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那另外一件事呢 我覺得最後呢 都想跟大家提一提的 就是究竟呢 他怎樣看全球的經濟的 那相比3個月前的 projections呢 其實 央行整體來說呢 是比較樂觀了的 那而你留意到呢 用括號括住的那個數字呢 就是他們3個月之前的看法 你很簡單看看美國 3個月前 他就會覺得 2023年 美國的經濟增長呢 就是0.2% 今天呢 就是0.5% 如果你在歐洲呢 3個月前呢 他就會覺得 有一個輕微的經濟衰退 今天呢 他就說 可能未必會了 會有少少的增長 0.2% 那特別是 譬如說 中國同樣是 他都說到 因為他有一個 重啟的措施 那所以呢 他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呢 在2023年呢 都是樂觀了的 那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所以呢 整體來說呢 他對全球的經濟呢 那個2023年呢 反而呢 是沒有3個月前呢 是這麼悲觀的 那這個呢 也是大家值得是 留意一下了 好 那整體來說呢 這次的意識結果呢 是正面的 是好消息來的 不過大家應該呢 不會十分意外 因為 一個月之前 在去年的12月份 他已經呢 整體來說呢 勾畫了一個路線圖 去告訴大家 他會怎麼走 那所以這次呢 只不過是跟著 上次他勾畫的路線圖呢 一步一步走上去 那這次對於2023年呢 就給了一個更加清晰的圖畫 給大家看了 那究竟 最重要的就是 2023年 加拿大的通脹 會不會真的 好像他這樣說到 這麼樂觀 很快就回落到3%呢 這個就是重點了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下次跟大家講一下 不同的話題的 再見 拜拜